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兄弟啊 被老婆管得很严 整天都很纳闷 朋友讲说 我带你去健身房 发泄发泄 这位兄弟讲 怎么发泄啊 我说你就把沙包当成你老婆 就用boxing 把沙包观想成为老婆这样打 今天这个朋友又去健身房 健身房的教练问 你带来的那个人啊 脑袋正常吗 这个人就很奇怪的问这个教练 教练说 你带来的那个人 每天堆着沙包跪 有一对男女相亲 男的介绍自己的工作 我练的是顶上功夫 做的是头等的生意 你的讲 我练的是画骨棉掌 画骨棉掌啊 我这个掌一出来啊 大家都知道很厉害 这个相亲的主持人讲 哎呀别讲得那么神啊 男的是理发师 你的是按摩脚底 有一天小明回来对爸爸讲 爸爸有人说我是傻蛋 爸爸讲说 什么人 竟然敢说我儿子是傻蛋 他儿子才是傻蛋呢 他们全家全部都是傻蛋 是男的家伙说的 带我去找他 小明回答 是爷爷 一个喜欢拍马屁的人 被小鬼抓到 到来阴招地府 这个小鬼提前告诉圆楼王 这个人很爱拍马屁 你要提防一点 这个人一看到圆楼王 就开始讲 哎呀 圆楼王 人家都说你 圆楼王都是很凶狠 但是我看你 你是黑柴神 而且长得又英俊又潇洒 对不对 哇 又雄壮威武 又黑的很健康 非常好看 那小鬼提醒圆楼王 他开始拍马屁 圆楼王怎样说 你少讲话 他讲的都是真的 班运工人 班长 对班运工人讲 有一个好消息跟坏消息 班运工人讲 我要先听好消息 因为我们要把东西搬到20楼 现在我们已经在第19楼了 这是好消息 班运工人问坏消息呢 班长讲 我们好像是走错大楼了 一个道士呢 带着小徒弟去探险 来到一个神秘的古仔 道士考验这个徒弟 徒儿你看出这个房子有什么异样 徒弟四周打亮一下讲 师父啊 这窄子里的灯光啊 忽明忽暗 肯定有很多的幽灵在作祟 道士敲了敲了头 他说 你是不是傻啊 但是灯泡快要坏了 他说 人最高级的生活方法是 别人炒我 扔泥巴 我拿淋发种荷花 种了荷花采莲藕 采了莲藕卖钱花 人最高级的生活方法 人最高级的生活方法 我拿泥巴种荷花 种了荷花采莲藕 采了莲藕卖钱花 人最高级的生活方法 深山中寺庙里 一名施主寄放的五大灌好酒 前树见底 祝祖底下有四大爱酒的地址 前树叫出来 一个一个问话 希望有人承认是谁喝的 祝祖说好酒不见 台湾籍的地址公 上哉上哉 山东籍的地址 阿弥陀佛 我没脱喝 湖北籍的地址是 我活慈悲 我活慈悲 北京籍的地址讲 醉过醉过 哈哈哈 不信训 二字址 二字址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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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